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票日的一个决定到底哪一天有很多的意见 那大家所有的意见一致是认为 我们台湾人民的公民权要跟他的工作权 还有呢学生的社交权 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 那之前我问过教育部部长 如果呢各大专院校的期末考考试 或是学期课程的安排 跟我们的大选日呢 有冲突的话 部长当时候是告诉我愿意跟中选会来协商协调 那今天开会的结果 可不可以请主委告诉我们 今天决定1月16号为什么 最后的决定 关于1月16号这个日子 我想我们之前其实有跟教育部 还有大考中心 以及这个考选部都有过协调 那因为各大学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形式力还没定出来 那教育部也 那时候也说会协调各大学 所以希望能够避开 所以有关学生的公民权 跟他所谓的会影响到他课程的这样子的说法 现在我们协调出了结果 所以确定是1月16号 教育部要新闻各大专院校 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那第二个问题 还有人在质疑 1月16号是所谓的小礼拜 很多的劳工甚至上班族 那一个礼拜六并没有休假 那我请教一下 我们行政院对于这个 有关他的工作权益 跟他的公民权如果冲突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院会这边 有没有协调出 怎么样鼓励让资方 可以给予劳方 让他能够确实请假 或者是有公假 去行使他的公民权 这个有配套吗 报告委员 在这个劳动基础法里面有规定 有一些日子是政府规定的 这个放假日 那选举日是政府规定的放假日 在当天所有的劳工都是有权利放假去投票的 如果他们因为需要去工作的话 那他的雇主必须给他加行 这是现在的规定 那我请院长行政院这边请确切的承诺我们 刚刚主委你所讲的 要请劳动部好好的去严格督促执行 我们希望呢台湾人民的公民权的行使 不会因为考试 不会因为学生的受教权 我们的台湾人民的劳工呢 上班主呢 不会因为要行使公民权 而遭资方或者是呢 其他的因素没有办法去行使 这个是我们行政院要跨部会去 通力合作 去确保人民的公民权行使的 院长你能不能承诺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啊 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方向 好这个没有问题哦 那我们等着看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台湾人民 都能确切的行使他的公民权 好 那几位部长请回哦 那我现在再接着 再跟那个委员那个补充一下 其实劳动部每次在选举前 都会行文给各个公司 好像告诉他们这个事情 行文是一回事啦 能不能落实 能不能要求才是另外一回事 也才是最重要的事啦 主委 如果他们有委员的话 所以我要求院长 这个跨部会的问题啊 要解决啊 台湾人民的公民权的行使是最重要的啊 对啦 他只要一段新闻 然后企业不遵守的话 他就违法啦 好 那我再请教院长 其他部长请回哦 院长 早上有好多位委员在问你有关 明天是318学运的周年 那我也有听到您对于这个周年的感想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问你这个感想的问题 我今天是呢 觉得呢 我们台湾政府啊 在318学运的周年庆啊 的那样子对于这种学运的害怕跟立场跟态度 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 觉得是我们台湾到底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威权国家了哦 部长 对不起院长 你知道 上个礼拜一 同样在美国 威斯康星州 因为 他们一名警察 枪杀了 一位19岁 没有持武器的 非裔少年 所以引起群起激愤 也引起了游行抗议 而参加抗议的群众里面 大多数也都是年轻的朋友 学子 大学生 高中生等等 我手上的这一个 你也可以看看 我们墙面上的荧幕 我们看到 美国对待 这一群学生 冲进了州议会 占领了州议会大厅 跟他内部占得满满的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 他们的行政最高首长 站出来说 他们对这个悲剧表示 无限的同情 也表示同理心可以 支持来 发表反对意见 言论的这些游行 甚至占据州议会大厅的 这些群众 他们的警方 也表示哀悲 也表示同理心来对待 所以最后 这一群抗议 甚至占领了州议会大厅的 这一群学生 这一群群众 他们 还甚至是警方 派公务车 行政单位 甚至校方 派公务车 护送他们安全回家 和平的落幕的这一场示威抗议活动 而想想 去年的三一八学运 我们怎么对待来 抗议表达意见的这些学生 我们用盾牌 我们用水柱来驱离 我们用暴力 镇压来想象 委员这里面可能稍微有点差异 我们到后来 甚至还起诉了 一百一十九名的学生 委员这里面可能稍微有点差异 一个是议会 这两个的差异在于是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 民主 重视民意 甚至是以同理的态度 来对待这一群 抗议的学生跟群众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里面稍微有点差异 你有反省了吗 稍微有点差异 一个是民意机关 一个是行政机关 差异在于台湾是用武力来镇压 委员我想 美国没有用武力来镇压这群学生 稍微有点差异啦 你知道吗院长 如果说你说这里还没有 行政院被侵入被破坏 你说 这个是有差异的 院长 我先请问一下 我刚刚讲的美国威斯康辛州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是州议会 他是州议会 但 如果人家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 大是大非大格局民主的态度去对待的话 那我们的行政院当时的马英九总统 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气度跟大格局呢 一个是一位 没有以这样子民主的涵养跟态度来对待这些群众呢 一个是一位一个没有破坏事件 院长 我今天提出这个 一个是行政机关 是在于这一年来 我们行政院 包括马英九总统 反省了什么 到现在 有没有反省院长 我想这两个事件有它本质的差异 你先告诉我 你对318学运明天是周年 你们反省了什么 我们当然有反省 反省了什么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重视 从网路世界所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措施 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院长 你讲到网路 你再看看 318周年的明天 你们不敢面对群众 你们选择要在行政院里面 开一个所谓的行政院开门 说要用 透过网路跟网均好好的面对面 谈一谈 我们从来没有网均的想法 我们是网路世界 网路世界好啊 那我请教318明天的周年的当天 你自己看看你的行政院开门 这个网站上面你自己去看看 到底有多少的网均在观看在浏览 我今天早上好好的去看了一下 从你们去年6月30号注册成立以来 每一则不是两百多人 就是三百多人 最多最多好 有曾经在张善政副院长的主持之下 有到一千三百多人 最多最多就是一千三百多人来浏览而已 那以这么少的一个两三百人的一个互动 跟晚军的互动 你觉得明天你们要跟晚军们啊 谈三一八周年 要谈两岸监督条例 你就可以谈出什么 你早上还回答委员说 明天三一八的周年 学映的周年 是两岸监督条例的新起点 我问一下院长 我没有说那是新起点 我说我们应该把那样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既然是重要的法案 为什么是关在门里面 自己在行政院里面 跟这几百名的晚军来做互动对谈 为什么不开大门走大路 还好的面对群众 明天还是有公民团体 要重返立法院 要回来绕行立法院行政院 甚至总统府 我们政府愿意准备好了 要面对这些公民团体的诉求吗 院长你知道他们明天的诉求 是什么吗 你知道吗 我还没有注意 你还没有注意 你还没有注意 结果你告诉我说明天 你们要关在行政院里面跟晚军 好好地谈 所谓的两岸监督这个条例 我们从来把它当晚军看待 明天院长 明天你们实在真的不用怕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 行政院怕的躲在院里面 只要透过网路世界跟两三百名晚军在互动 总统府是怕什么 总统府是怕的 已经开始要他的站缸的宪兵 要手持可以发射塑胶子弹跟 催泪弹的一个震报枪 站在门口了 这个今天早上最新的画面跟照片 院长你认为总统府在怕什么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重枪重镇的来严正以待 院长你觉得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好那你行政院在怕什么 怕到愿意 在街头上的一个宣传 希望能够号召410再重返立院 只是这样子的动作 那你们在怕什么 院长 我们没有怕 没有怕 那请问一下 我今天注意到 我们不只是在立法院附近而已 除了总统府 这样子的一个重镇严正以待以外 有网友戏称 这好像回到那个中国六四周年 看到中国中南海的那个军人 护枪实弹在那里巡逻 好像说我们台湾已经回到那个中国那样子的一个威权时代 你没有怕 我会注意到 整个立法院也好 博外特区也好 警力都已经增加了 院长 警力有没有增加 明天有没有加重警力部署 有没有 我并不清楚 谁清楚 谁应该清楚院长 内政部部长 你不清楚 院长说不清楚 那内政部部长应该清楚吧 部长你清不清楚 讲给院长听 我们的博外特区包括总统府 包括立法院行政院附近的警力已经加派警力 你清不清楚 我也不很清楚 你也不很清楚 那到底谁才会清楚 这个是由台北市警察局跟我们这一个相关的单位做分工 相关的单位哪些单位 在警政署的规划下做一些分工 警政署是不是你管的 是我管的没错 那是你管的原来警政署跟台北市警察局在做相关的部署你不清楚啊 但是一般来警力部署由他们来负责 那请问一下他不用跟你部长报告啊 一般的部署他不会 那请问一下当大家都在关心 总统府笑得要死赶快中兵在那里防住 那请问一下警政署跟台北市警察局 到底在博外特区有何所谓的防护措施 你清不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你也不清楚 那到底谁清楚 我刚才跟你报告了 在特区的警卫的事务不是由警政署来负责 那一般的这一个像 这一个像立法院的话 内部的是由我们保留 但是外部的是由台北市警察局来负责 那你只清楚这些单位 所以实际上的部署怎么部署也不知道 是 院长部长 等一下哦 可以带大家出去看一看 整个博外特区 巨马的有巨马 该部署警力的也增加了警力了 什么东东开始做起来了 搞得一副好像 怕得要死 像明天人要再冲他 有那么紧张 有那么可怕吗 怕什么 我们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刚刚院长你也告诉我们 318全运到现在我们反省了啊 反省的第一件事你说要用网路啊 要跟网民啊 网军他们沟通啊 反省有没有第二件事院长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公开透明 光明磊落 正大光明的面对所有来表达 诚情表达意见 所有的群众嘛 是吗 院长 同不同意 跟委员报告 我举我昨天自己的案例 有一个收费员跟其他的抗争团体 冲到我家的公寓的楼上 你有没有被鞋子拍到 有没有被鞋子丢到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台湾社会有些时候 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 往往不知道 这个在民主法治的界限在哪里 所以有些时候 你今天现在的这个回答 在告诉我们 国大收费员跑到您家那边 去跟你抗云成情 是已经逾越了民主法治的界限吗 我会认为 是不是 你刚刚举这个例子 是不是 我要讲说 大家彼此尊重不同意见 有他表示 表达意见方式的极限 我问你这件事 你告诉我这个例子 因为他冲到 冲到这个我们住宅里面去 而那个住宅不是我一个人住的 是有四十几家住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无论如何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 我认为他是逾越法律权限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有些时候 国道州队员的抗议方式 你说逾越的法律的 法制的界限 那你以这个例子来举的话 那也就是说 318学运 你们在明天要面对 318学运的周年的时候 你们相对的 可能用同样的态度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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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院长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不是威权统治的国家 有时候有些讲民主的人 自己都不遵守法治的观念 喔部长你现在想说讲民主的人 不遵守法治喔 像昨天到院长的住宅的这个部分 他侵入民宅就是违法 这个议阅法器 所以你们要处理他们吗 院长如果按照你这样的说法 我自己不见得会提告 但是我那个大楼里面的住户 他们有这个权利 因为确实这个 从任何角度来讲 你自己没有这个医院 但是你今天在立法院公开 讲出这样子的意见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 住户大楼里面的住户 有可能会对他们提出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民主社会意见的表达 我们要彼此尊重 而且他又表达方式上的一个极限 他不能够预阅那条极限 这个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 院长你要知道 他们是徒手空拳去跟你沉寝 你旁边是随护一大堆 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等 你怎么不说呢 不不不 你旁边的情意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们的态度 刚刚部长的态度 跟院长的态度就充分的告诉我们 原来在民主国家里面 你们认为呢 用这样子法治的理由来告诉我们 警力还有随护 可以无限扩张的来做一个 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台湾在很多地方 民主法治的表达方式 事实上还有学习的空间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你要强调一点 你的身边有随护啦 你的身边有警力 可是我的邻居没有随护 他们都按照自己的前责 按照自己的前责做部署 他不需要把每个细节跟部长报告 他不用细节跟部长报告 所以部长也就不愿意去了解说明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个警力的部署 按照随时的状况在做应变 或者我突然又想到耶 部长 你今天也刚好批准了王卓军的一个辞职耶 对不对 在没有错他要退休 他要退休 因为我昨天再跟他肯谈以后 他还是坚持要退休 你跟他肯谈 对他还是要坚持要退休 明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你说呢你完全不清楚不知道 你说那本于职权呢 他们自己可以处理 那呢王卓军警政署署长呢 过去呢大家都认为呢 他是马总统的嫡系子弟兵 所以很多事情呢也都不用跟部长您报告 直接可以月籍报告 这个啊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传闻 这个是某一个到英途说写的不值为信 我想这个记者也从来没有个打电话来问 这样子的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 不然他做什么事情怎么你做长官的完全不知道 那他还可以直接跟马英九总统报告 也许警力部署的这件事他已经跟马英九总统报告了 还没跟你讲也还没跟院长讲 总统日理万机怎么会管这种小事 这种这么细节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管他警力的细节的部署 况且警力的部署是随着各种情况的演变他会做调整 也不是说你官微太大所以王卓军不爽啊 这个都是传闻是不是 当然是传闻 有关署长要退休请辞 这个时候要走人 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王署长的问题 也不是马英九总统的问题 还是警戒内部的人事斗争的问题 不要什么事情都扯上政治 很单纯的他想提前退休 因为前面几天的发展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中间有政治的运作嘛 前两天王署长还信誓旦旦的说 我虽然有倦情 虽然有口头请辞 但是还没有确定时间 所以还没有请辞 那个都是只需乌有 可是过了两天 他跟你请辞了 他说他要退休了 前面的罗生门到底是怎么样没人知道 所以我才问部长你 署长他是尊重说在长官没有决定之前 他不可以随便的对外去 所以 长官就是您您今天决定了嘛 是 是 因为昨天我跟他肯台以后 他还是决定要退休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下任的警政署署长是谁 还没有决定 有没有口袋人选 其实警戒就是从 现在有这个高阶的警官里面来领选 其实 高阶的警官多高阶 因为这个 他有一定的成绩一定是三 这个警监以上的这个職位 那请问一下是不是前几天爆派的那几位 这个我想人事还没有决定之前不便在这里公开 人事是谁决定是您决定还是院长还是马英九总统 照我们的规定是由我签报给院长核定 是由你签报给院长核定 院长你有没有口袋人选 你有尬他的人吗 没有我想这部分我们尊重 尊重内政部的作业 所以你自己没有口袋人选就尊重内政部的决定 我想基本上好像这种人事问题 我们通常都不会公开讨论 人事问题不公开讨论 但是警政署是一个非常重要 关系的全国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署长的人选也非常的重要 不过大概也不是公开讨论出来的啦 但是起码你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大众 台湾人民到底我有几个高阶主管 高阶警官是符合署长的资格啊 你的口袋人选有几个啊 当然人事全在你嘛 我当然知道啊 也许不在你也不在你 也许在别人 我不知道在谁身上啦 但是总是最后要尘埃落定 要决定谁是下任的署长 到决策点的时候就会决策 要多久 内政部会作业 我跟委员报告 要多久的时间作业 一定是在月底之前 三月底之前 所以就是王卓军署长退休 他做到三月底嘛 对不对 对 那在他做满退休之前 会公布下一任署长的人选 我们最近就会跟长官来报告 最近就会跟长官来报告 跟哪一个长官 我的长官是院长 你的长官是院长 那院长的长官是谁 我想那是我来核定啦 你来核定啦 就不用这一根总统报告了 就是我核定嘛 就是你核定 好 部长请回 三月底之前 接下来我想 地方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讲完了啦 地方的事情很重要啦 院长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曾经到台中来 视察来考察 来谈谈中部地区的重大的一个建设的问题 那我再请教一下 您已经升任为院长 前一任江一华院长 他所承诺要给台中市的重大建设 您有没有 承接下来要继续推动 这些案子都在推动中 这些案子都在推动中 总共804亿 我只简单说了800亿 这800亿全部都会给吗 我想我们按照程序来做嘛 按照程序 我可以尊重你的程序 但是给不给 会不会票票 这不是我一个人关心哦 很多中部的立委 台中的立委 不分党派大家都关心 因为这是地方的大事情啦 跟委员报告 那么 有关于这800亿啊 那当然这些计划 都还在有一些都在 可行性的评估当中 那政府在核定这个预算 有一定的程序 从可行性评估到 总和规划到设计 那需要时间 而且要他 看着他可不可行 去年选举前 江一华前院长都通通承诺啊 这个有媒体为证啊 这个也有好多的人证啊 对跟委员报告 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重大交通建设 这个是优关的大台中的一个交通路网的一个完整性 对像前面所提的这好几个案子 其实都已经可行性都已经 你讲几个台74线要连接国道1号 对现在就是说像一个案子来讲 那么行政院已经对可行性评估已经把意见给台中市政府了 那台中市政府修正完以后 重新再报上来以后就可以合下来了 大概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第一件事 对 同样的第二个案子也是一样 也都一样 第二第三呢 一样都一样 第四呢 我就一项一项问你 我想这样子啦有一些案子确实在可行性评估 有一些案子是在总和规划里头啦 那原则上我们这边一个一个案子 原则上我这十条都已经列条条列给你了 你先告诉我到底可不可行嘛 这样子好不好 行政院要不要准啦 我想我们把进度啊 我们把进度 那么用书面来跟委员报告好不好 因为这里的所有的案子里头一个一个那么相当的多啦 有一些不是交通部的有一些是交通部的 那我们会 委员长不好意思呢 选举前你们变酸皮维西针 你们就可以一条一条的到大台中去释放力多 选举之后现在换了一个市长 你现在在这个场合你告诉我说 现在这一条一条资料很多啦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诉说来答应啦 因为有一些是经济的 我现在还留两分钟给你耶 我想我跟委员报告啦 前任院长他承诺的事情我都会遵守 你都会承接都会遵守 都会做得到 我都会往下继续做好不好 都会往下继续做 而且承诺给的地方的建设 交通建设的经费 一毛都不会少 跟委员报告哈 因为有些案子他是可行性 有些案子还没有设计 所以将来可能也会有出入啊 可能会有出入啊 但是我从案件本身 我举个例子啦哈 捷运的绿线啦 从以前讲到现在啊 选举前说要给啊 现在会不会给我不知道啦 南山的节水沟治理工程 台中最重要的治水跟交通 治水这一件啊 很重要 而且光是一个治水工程啊 就需要几十亿 那这个部分啊 40.7亿 到底行政院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嘛 就案件来讲 我们都会往下推动 但是案件所代表的经费 可能会有出入 包括2018的台中的花博 知不支持 支持啊 所以呢 再给你 剩下没几秒 八百亿前任院长 江一华院长所承诺的 行政院现在的毛治国院长 愿不愿意支持大台中市的建设 不分党派 答应给了就要延续就要给 提过的这十个案件 我们都会继续推动 所以这里面精确的预算 到时候实际工程做出来 工程规划出来 执行出来 我们会看结果好不好 所以十个案件都会推动了 十个案件都会推动你的承诺 我也欢迎院长到台中市来 再来看一看这十件啊 你答应要承诺